歡迎回到這一集的運動J計畫 我是紐教練 楊哲瑞 有沒有覺得這超級耳熟 沒錯 我們很久沒有來的 J計畫終於要重新登場 那這一個系列在這一季當中 會把之前我們講過一些比較 我覺得艱難的名詞 然後我們會把它拉出來 重新做成一集詮釋給大家 所以今天這一集第一集當中 我們就要重磅回歸的 就是大家常常在跑姿當中 很有問題的一個點 就是我在跑步往前進的這個同時 我到底怎麼樣叫做向前傾 那我會不會在跑步當中 會有太多的重新留在後面 可能大家會有非常多問題 就讓我們在這一集當中 來介紹給大家吧 那我們在上一季的跑姿訓練當中 有提到你在跑步向前傾的同時 很多人可能會忽略掉 身體成一直線這件事情 那在上一季的影片當中 雖然跑姿訓練有提到 你在向前進方向移動的時候 盡量讓你的身體保持一直線 然後稍微夾屁股往前進方向移動 那到底要怎麼樣 把身體重心往前進方向移動這件事情 是有點難訓練的 所以今天我們就來教大家 如何在訓練當中加入 往前傾的訓練 那透過這樣的方式 可以幫助你在向前傾的這個同時 有更好的往前傾的效率 也不會浪費太多時間 把屁股留在後面 可能會比較多像坐著跑的感覺 OK 那最近你可能在YouTube上面 很常會看到一些 可能是國外的頻道會有講到說 像跑步當中的送寬訓練 那其實送寬這個名詞 在我知道這個名詞以來 應該是我在當初還是進走選手的時候 我們最常在進走訓練當中會提到 你的髖關節需要往前送 因為才可以把你的步驅加大 但這是我在當時 在當進走選手的時候 比較常聽到這個送寬的名詞 但沒想到現在 在中國這邊的用法 也會把它講來當作跑步當中的 髖關節往前送的這個名詞 我覺得它的形容其實非常的貼切 而且也是蠻真實會遇到 實際我們需要做到的情況 但在我們平常訓練 比較常聽到的髖關節往前送這件事情 比較是軀幹成一直線 然後夾屁股往前 或是常常會聽到有人說 你跑步的時候應該要身體前傾一點 所以這些用詞可能會有不一樣 但講的事情其實都差不多 所以我們要來釐清一下 到底什麼樣是國外講的送寬 或是台灣講的向前傾 我們跑步當中 希望你的所有動作 都是幫助你向前進的這個同時 可以越省力越好 所以在向前進的這個同時 你可能會看到有些人跑步啊 比較OK一點可能是像這樣 那差一點可能會有一點屁股坐著跑 那嚴重一點可能會真的像這樣 屁股很沉重的留在後面 那這些動作啊 都會是我們希望今天教導大家的 這個髖關節往前送這件事情 可以改善的這些地方 為什麼這些動作不好 大家來嘗試一下 你在家可以跟著我一起站起來做 你在跑步向前進的同時 如果你的屁股留在後面啊 你可能在跑步這個當下 重心想要往前進 你會發現 其實你都有點前進不了 因為你的重心是只留在後面 所以我們會希望大家往前傾的這個同時 你想像一下你的頭頂有一條線 然後把你拉高 在車外面看起來 這條線是從頭貫穿到你的腳的 你的這個直線啊 倒下去的瞬間越快 它就要越接近直線 想像一下喔 如果我們現在是一排梳 然後梳要倒下去 是不是直立 蹦 這個瞬間是最快的 但如果梳有一點凹凸不平 然後屁股稍微留在後面 你想像一下 它往前倒 其實是有點前傾不了的 所以我們在跑步的時候也一樣 希望你這個前傾的這條線的角度 越接近一直線越好 因為當你很接近一直線 你往前倒的這個瞬間 掉下來 是很即時的 那就可以幫助你在向前進的這個同時啊 可以運用更多的身體重心的力量 把你身體往前帶 而不是很費力的往後推 或是往前抬腿 可能都會讓你在跑步當中 變得更費力 好那我們剛剛講了這麼多啊 現在簡單幫大家歸納一下 到底怎麼樣是跑步當中 往前傾 善用重心往前會比較輕鬆的狀態 跑步當中啊 向前進的同時 我們希望大家頭上有一條線 想像一下這條線拉直之後 你是從屁股這邊出發 一起往前倒 這個直線往前啊 效率會比較好 也不會有太多的重心留在後面 那你可能會跑到後面的時候 太沒力的時候 重心就會越來越往下沉 可能屁股就會留在後面 這個時候我通常會提醒跑者 想像一下 有點像是你想要夾大便的感覺 把大便夾轉 屁股就會縮回來 這個時候身體就會回到一直線的狀態 在這樣往前進的同時啊 你就可以善用髒關節往前 然後把重心往前推倒 這樣比較直覺的方式 在往前進 你的效率是會比較好的喔 接下來我們來教大家幾個 你可以平常在家 自己做到的這個髒關節往前傾的練習 OK 那我們就開始吧 好 那接下來要教大家第一個的 就是你可以在牆壁當中 去做一個髒關節往前送的這個訓練 先找到一面牆壁 那我們先把身體站直立 那這個動作要訓練的 是你在自己一個人做的時候 你可以找一面牆 然後稍微墊腳 從髒關節這邊出發 所以你可以稍微推自己屁股往前 然後倒向牆壁 這個時候還是要盡量讓身體呈現一直線 所以你可以在牆壁當中練習 夾屁股往前推 然後回來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透過練習 然後來學習到你的屁股往前 往前推 身體呈一直線的這個動作 那你在跑步當中往前傾的這件事情啊 就會做得再輕鬆一點 那這個動作我們就可以訓練到 你在跑步向前傾的這個同時 可以散用你自己的屁股重心 從髒關節出發往前 然後推向前面 這樣的感覺 那這是第一個比較初階的練習 你可以找一面牆來做訓練 那第二種比較進階的啊 我們就會用到一些像是彈力帶 或是其他的一些輔具用品 來更加強你的髒關節 這邊要往前推進出去的感受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要拿彈力帶 那這時候我們要找一條彈力帶 然後把它放在你的髒關節骨頭這個上方 那通常這個時候我就會把它放在骨頭上之後 然後請後面的夥伴或是朋友幫你拉緊 那你的動作練習啊 就是你要稍微夾屁股 然後把彈力再推走 推到最極限的位置 踩下來 回來 先從直立 然後把屁股這個張力比較輕的情況 縮屁股往前 然後從空關節出發 把彈力帶往前推 推到最極限 踩下來 推到最極限 踩下來 推到最極限 屁股夾 踩下來 所以這個直線啊 從頭到腳的直線 在前進的這個同時 屁股往前縮 這個直線還是存在的喔 不會因為你的身體向前傾就不見 那我們來做一下錯誤示範 有些人會覺得 向前傾就是身體不斷向前傾 這個時候你如果只有上半身前傾 屁股留在後面 你就會發現這個線已經歪掉了 從頭到腳其實沒有乘以直線 所以頭拉直 從屁股出發往前 還是乘以直線 從屁股出發往前推 還是乘以直線 那這次你可以在自己在平常訓練當中去加強的一個環節 你可以透過彈力帶跟夥伴兩個人拉扯 夾屁股往前 然後往前推 回來 夾屁股往前推 回來 透過這樣的動作啊 就可以加強你在髖關節往前運用的這個感受 那如果再進階一點啊 我會請我的夥伴越拉越重 然後我也會越推越前面 那我就是有點像跟他拔河的狀態 我一直把彈力帶推走 他一直把彈力帶往回拉 可以更加強你的髖關節往前推的這件事情 那這個感受就可以更明顯 好我們來示範一下 屁股往前推 好伙伴越拉越緊 再緊再緊 所以我就要持續把他推走 屁股一沒用力就會掉下來 所以屁股往前送 再推再推再推 推到極限 一樣踩下來 好然後回到起始點 好出發 空關節往前送 再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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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下來 再次屁股往前推 再往前送再往前送 好下來 那這個透過這樣的動作訓練啊 大概3到5次之後 我們就可以進到下一個階段 好那接下來最後一個環節 就是加強版的彈力帶訓練 我們要把剛剛練的髖關節往前傾的這個訓練啊 內化到實際跑步的狀態 所以我們會用髖關節把它對摺 摺成一條線 然後放在髖關節的位置上面 接下來啊 待會會做一些簡單的原地跑 然後我會請我的夥伴 在倒數321之後 把手放開 接下來一放開之後 好先釋放 放開之後我會感覺 髖關節還一直有一個 往前推的這個力量 往前順順的跑出去 那這樣就可以把剛練習的這些東西啊 內化到實際的跑步當中 所以我們開始的時候啊 就在原地保持持續的抬推跑 空文節稍微靠在彈力帶上 然後突然會倒數 321 GO 然後就屁股往前推 持續的感覺啊 你屁股往前送出去之後 雖然彈力帶沒了 但你屁股還是要有一個 虛擬彈力帶在這邊把它往前推的感覺 那這樣啊 就可以達到有效的去在跑步當中 也把剛剛練習的這件事情 內化到你實際的跑步當中 我們多練習幾次 所以稍微靠著髖關節 然後一樣 抬大腿 手前後擺動 然後準備 321 GO 透過這樣的幾次訓練之後啊 我們就可以把髖關節的彈力帶拿掉 接下來最後一個環節 就是內化到實際真正的跑步的時候了 所以我們接下來 就是在原地 沒有彈力帶的情況下 直接坐 墊腳肩 身體往前傾到快跌腳這一刻 就跑出去 感覺一下你在真正跑步當中啊 你會有一個 受限在空彈節的感覺 然後往前送 那這樣的訓練 就可以把剛剛做的幾個彈力帶 從來空彈節這個 引導你的空彈節往前出力的這個方式 慢慢把它內化到實際跑步當中 所以我們會多做幾趟 那在原地啊 墊腳 夾屁股 然後往前到快跌腳這一刻 就開始跑出去 那這個時候的前傾角度就是一個很完美的狀態 我們多跑幾次給大家看 墊腳 夾屁股 然後往前 出發 一樣墊腳 夾屁股往前傾 快跌腳這一刻 出發 好 那透過這樣幾次的習慣之後啊 去感覺一下 鋼管節往前送的時候 在跑步當中 實際的一直往前推進 感覺一直有一條虛擬的彈力在這邊 你要往前推 我跟你說 身體向前傾 都是從髖關節這個出發 往前推進 那以上就是今天簡單跟大家分享幾個 你在髖關節往前傾可以做的訓練 那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則 就是雖然髖關節往前傾了 但很重要的是你的抬腿啊 還是要保持往前進方向移動 不然你髖關節往前傾很多 如果腳都沒有往前抬 你的腳還是會在後面跑 那這樣向前傾的效率 一樣會很差 所以還沒看過跑制教學的人 可以點這邊 複習一下動作 那今天講的重點就是 髖關節往前的時候 會讓你的身體重心 散用重心往前跌倒的這個瞬間 然後把你的軀幹往前帶出去 而且不會很費力的 用到你腳往後推或是往前抬 整個效率會進步很多 好 那你可以看到 剛剛前面兩個正確跟錯誤的動作差別 應該可以很明顯的感受到 如果你善用髖關節往前傾的力量 在跑步的同時 你的身體感受會輕盈許多 因為你身體跌倒 跌倒這個瞬間 你的重心在失重的同時 你腳就會自動抬腿出來 但如果你是屁股留在後面 你會發現你腳都要每一步很刻意的 在往前抬腿 其實這是非常辛苦的喔 希望這支影片對你有幫助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我是你叫楊哲瑞 那接下來如果大家想看更多 在這一計畫當中跟大家分享的話 我們接下來會嘗試去邀請更多來賓 來給大家實際的教學 然後分享這些案例給大家 如果你們接下來有想看其他YouTuber 跟我們有一些跑步上的教學合作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 或許接下來他就會是下一集來賓喔 好啦 影片結束囉 掰掰 好啦 影片的最後想要放一些優惠給大家 就是從現在開始到4月8號 你只要購買Insta360的產品 有非常多優惠喔 像是你購買1R 它除了9折之外還送免費的電池 那如果你是購買我們現在使用的1X2 它還加送引擎自拍棒 重點還是有9折優惠 那如果是Pro2的話 一樣有9折 重點是其他配件 全管9折 那如果是最新的產品 Go2啊 現在已經全新上線了 大家可以去趕快搶購 雖然Go2沒有優惠 但它真的是非常好用的這台機器喔 我是你的家人對不對 我們下期見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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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